我覺得排計劃表真的很難 我要認真念書 我要認真排 欸出來我整個做不到 我相信很多人會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把老師的小撇步學起來知道嗎 小雲老師不是說他都會把自己的筆記 然後放進同一本嗎 因為那時候學測他就已經考完了 他沒有要考紙考 我就跟他借了他的筆記本 光是拿到那一本書 我覺得我整個人生信心間大增 如虎天意白你知道嗎 我就是覺得自己得到一本葵花爆料 說到這個 一定要先展示一下自己訂正 因為我 文科比較OK 理科我是完全不行 所以理科真的不要問我 因為我就是那種 每次看我都覺得自己會 但考出來怎麼都不會 所以理科我真的沒辦法給太多的方法 那我自己呢 在準備文科的考試的時候 除了寫考古題之外 我就是會很愛定正 國文像這樣子 我就會把自己的重點 或是以前寫過的考卷啊 我會這樣抄下來 這裡就會有一些 我從題目上剪下來的東西 我會做成我的筆記 最後考試的時候我看這邊 都是一些從講義上抄下來的東西 欸這本現在直接拍賣以為我要買嗎 我直接高價賣出 我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最拿手的 應該是我的社會科 我念社會科有一個訣竅 像歷史 我會畫一個年表 把每年大家做了什麼事情寫下來 這樣子有一個優點 即使你最後不記得那確切是哪些年 但是你會稍微有一點印象 這個可能是寫在哪裡 歷史非常喜歡考一些很相似的運動 或者是革命 我就會把他們畫成表格 對比 可能他們的人物有誰 內容有誰 意義有什麼 好那我剛剛稍微的展示一下我的筆記之後 老師請跟我們分享 我覺得跟剛剛Alice分享的其實差不多 就是主要也是定證 因為我對英文算是有點執著 我會抄我錯的句子 然後會畫掉我錯的地方 然後再定證成對的 久而久之下來之後 你只要能夠避免這個句子不要再犯錯 其實你就已經可以避免到很多什麼介系詞啊 或是什麼詞用的不好啊 類似這種文法錯誤 你可以在定證收寫句的時候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新的學習 你就可以把一些文法補充在旁邊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做筆記的時候 因為英文有很多什麼詞性 騙語啊 以前都要背一堆 所以我的課本上就是會各種五顏六色的筆記 比如說你橘色就是圈階系詞 然後藍色就是畫騙語 所以你這樣打開的時候 立刻就會知道 這個是什麼 然後呢 這一課大概有什麼重點 你還記得我們國中歷史課的時候 老師都會 老師會先講 老師會規定我們時間會用一個顏色 然後重點會用一個顏色 我的社會課有可能是從那時候 老師的這個方法就養成我 我會把時間跟重點先做一個分開 然後最後再做連結 歷史最怕的就是你時間搞不清楚 其實我覺得文科很多東西都是 你一定要有方法有系統的去記它 不管是英文還是社會還是國文 想辦法去記好它之後 你又要學理智用 所以你不能只是十倍 最怕的就是去十倍這些東西 但考出來全部都不會 理科部分 我抱歉我真的沒辦法答覆大家 老師請問一下樹林應該要怎麼準備 其實我覺得我講的可能會等於沒講 但我覺得要鼓勵很多 覺得情能捕捉的同學 我覺得情真的能捕捉 因為我以前就是因為數學不好 老色不好 我覺得也不是多不好 真的很認真念書才有稍微停回來 但是我會很認真的去算 每一題數學我覺得定證也很重要 比如說我做題目的時候 我不會的題目是一種 然後數學可能真的只能空白 可是有的時候不確定的題目 我可能還是會硬算一下 那個時候回門會在題目旁邊做一個記號 當我回去看我做過的題目的時候 不但有我錯的題目 我不會的題目 還有我不確定的題目 這個我覺得也很容易很多人會漏掉 有時候可能只是僥倖 對你就miss掉那個 你複習的時候會去加強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多做 再來就是你做題目的時候 你的各種記號 表示你對那個題目的熟悉程度 或把握程度也是你未來在複習的時候 可以更有效率去看的一個方法 物理或化學的話 保護體驗很重要 多做就是你的 我覺得像文科就是 你有背基本上會有 不能說你一定會得到超高分 但會有基本分 助理這種東西很多是觀念 是應用 所以如果你只是看那些觀念 公式 但是你沒有去實際的做題目 你根本寫不出來 對 所以很多人說會有這個問題就是 我看我都覺得會 但我寫出來為什麼不會 很大一部分是要去應用 你要去寫題目 要寫很多 在念書的過程中 一定會遇到很多人說 我沒看書啦 或者是他們真的就是很聰明 然後考得很好 可是我覺得這種人 畢竟考你可能一百個 兩三個就算多了 所以大部分人 其實我們都還是要像我說的 輕嫩不濁 小雲老師是真的念書很有方法 所以我今天就是找他來 希望給大家一些幫助 像我本身數學極度爛 我是真的很爛的那種 最後呢我就想說至少要考到軍標嘛 我就開始 瘋狂的寫考古題 真的有進步 就會知道 這樣的題型 跟這樣的公式 我好像在哪一個考古題的時候有寫過 就是懂得舉一反三 人家可能舉一反三 我覺得我自己舉一反一 或舉一反一 就已經很棒了 你就不會再到 完全沒有方法的念書 接下來呢 唸書最怕遇到的困難 自制力要怎麼維持 會面臨到你唸書到底有沒有成效 跟考不考得到好分數最大的關鍵點 自制力決定了你唸書的效率 現在的學生非常的辛苦 現在的自助理手機 我們的年代是Sony Ericsson的年代 Sony Ericsson的年代 已經很厲害了 大家也沒有差多少年吧 我老實講 這個時候在唸書 我真的也不能保證我可以 那麼專心 那麼專注 要遇到的誘惑 跟很多很多你會接收到的知識 真的是會影響到你念書耶 很多人在投稿裡面有問說 不知道要怎麼樣控制自己的拖延症 然後呢 很容易滑手機看電視 還有開冰箱的也有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念書的時候 怎麼樣去監督自己 先撇除那些額外的誘惑的話 最重要是你要找到一個對的環境 其實我嘗試過很多不同地方 最普通的就是 學校圖書館嘛 跟家裡 到咖啡廳還蠻多的 可是我個人其實沒有很喜歡 很多那種 附設的圖書館 或視力圖書館 我還蠻不錯 而且我不知道現在大家 還流不流行去K書中心 我以前也是會在K書中心念書 那時候我也覺得那邊蠻安靜的 有時候我會在這邊念書 念了一陣子之後 就開始覺得很倦怠 但是我換一個圖書館 好像換一個心情 可是我覺得大家如果覺得 念到一個容易分析 或有點倦怠 可能可以找一個 換一個環境 你可能會就換一個心情可以念書 沒錯 同學間互相督促 互相努力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還有一個 大家會說念書沒有動力 我覺得可以 設一個目標給自己 比方說你這次可能數學考了60分 你可以設立一個目標 你當然不要想要一步登天什麼 我下次就要考100分90分 就可以設一個短程的目標給自己 下次希望考到70分 或是80分 你在這一段準備的過程中 你努力去做到 那你下一次考試的時候 如果達到 你是不是就會覺得 欸 我做到了 我很棒 你自然就會肯定自己 我覺得念書的動力是從這裡來的 跟成就感 你會知道你自己做到一些事情 過程中你確實是付出努力 那我覺得那就是 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很多人說自己喜歡滑手機 以前我們那時候 對 就是老師剛剛講的 Sony Ericsson 那還不能上網喔 因為你就會知道 自己有時候會忍不住 想要有一個變遷 換主題 然後或者是聽一下音樂 所以呢 我在考試前 我就自己把我的手機 鎖在我那個書櫃的最下面的那個櫃子裡面 我換上了我人生第一支手機 那時候還是黑白 就是那種很陽春的手機 只能接電話跟打電話那種 這太極端了吧 那你呢 你面對手機怎麼樣 換到另外一支手機去 這太誇張了吧 可是像代人很難做到這件事耶 以前我就是我在K出中心 然後K出中心上面就是有那個書櫃 可以鎖自己的書 我一到K出中心 我就會把我的手機關進裡面 鎖在書櫃裡面 請問老師這樣有比較不極端嗎 不是 不是拓手可得 你要想說 欸 我現在開始有想要花手機 還要找鑰匙 我還要找鑰匙喔 然後下一步還要開門喔 還要取出手機喔 經過這三步 你會默默的消磨掉 你想要拿手機的那個意識 但現在我會把它放在我書桌拿不到的地方 我曾經有試過把手機放在廁所 所以那個東西就不會在你念書的時候打擾到你 但是你休息的時候你還是可以碰到它 重點就是要找到讓自己隔絕這些誘惑的方法 要可以放鬆啦 一個時間的放鬆是好的 但是你不能讓自己過鬆 因為一過鬆 你要再重新回到那個念書的環境 你會加倍痛苦 結論就是告訴大家說 今天念書的方法是因人而異的 我們今天只是提供一些方法給大家 那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留言給我們 念書適當的休息跟放鬆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今天謝謝老師來跟我們錄影 下一集呢 我們會跟大家再繼續聊一下說 我要怎麼選擇未來人生的方向 好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唷 掰掰